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三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凰 首先一齊看看今早6時多時 各區的氣溫 普遍是約在19度至20度之間 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見到 一道雲帶正覆蓋華南沿岸地區 而且外面有時都落著幾陣雨 大家一旦出門口的時候 最好是帶上白傘在身 另外一起雅記預報圖見到 一度冷風會在今年的稍後時間 橫過廣東沿岸地區 我們的天氣會是轉涼 大家亦都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詳細的天氣雨漬方面 今日會是大致多雲 有幾陣雨和薄霧 另外我們的最高氣溫會上到大概21度 風勢方面是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 稍後風勢會是清淨 而且我們會是天氣轉涼 雨洗亦都會較為頻密 氣溫亦都會下降到大概17度左右 至於展望方面 我們預計 未來一兩天天風勢會是幾大下 而且天氣會是清涼和又幾陣雨 去到終末期間 我們主要受到一股海洋氣流的影響 到時天氣都會是漸轉溫暖和潮濕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講到這裡 再見